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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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那我先去旁邊 我很怕後面那隻衝過來 然後那隻劍齒虎 我可以抓嗎 他好像不太會 他好像不會主動攻擊 好 OK 我們這個角度還不錯 哇 一個跑一個跑一個跑 不要跑 不要跑 OK 中了 OK 可以可以 不要跑 欸 三件就暈了耶 這個還蠻會暈的嘛 先 靠近一點點 好 那隻 南方巨龍獸還在後面 有點可怕 我便要做好能夠隨時落跑的準備 OK 現在沒事 我來看一下喔 劍齒虎 沒有錯耶 好 那暈眩值回復的還蠻慢的 好 這個我應該可以慢慢抓 我來看一下 暈眩值 暈眩值 還在增加中 好 還在增加中 好 餵了這麼多 總算有效了 一百多個耶 好 那進度 慢慢增加 也是很緩慢的增加 再來餵一點好了 可是他下降速度真的好快喔 還是我用揍他 可是揍他好像會 可以 降低那個訓揚值對不對 還是不要揍他好了 哇 這個黑鑰匙原來這麼重 黑鑰匙也很重 那 看一下 這樣應該OK 好 那一般如果要打這個南方巨龍獸要打多久啊 14萬滴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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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可怕了 一隻箭矢也大概打670滴吧 應該也沒那麼多 嗯 所以我們大概 射10發是600滴 100發是6000滴 100發 1000發是6萬滴 他有14萬滴 所以我們要射2000多發嗎 是這樣子嗎 我們要 一般要打死這個南方巨龍獸會不會 太困難啊 太困難了吧 好 他一下就暈了 暈眩值超高耶 所以我可以 不用太 不用太管他 哇 下雨了 好 這邊就專心 顧著南方巨龍獸好了 好 我們的進度已經 一半左右了 超過一半了 那 暈眩值還在增加中 已經快增到滿了 我是餵太多了 好像餵太多了 沒關係 那我們的劍池湖呢 好 劍池湖 你再讓他暈一點 OK 我們等大概食物 大概餵 二一半左右吧 二到七八百左右 再來餵他 好 那 OK 後面的都在發呆 所以 看來還滿安全的 因為很多石頭掩護 真的是還滿不錯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要繼續等待一下了 欸 南方巨龍獸 醒來了 怎麼可能 我剛剛不是才餵到他一萬 太誇張了 我剛剛才餵他到 不對阿 怎麼可能 不是吧 不是吧 我趕快騎著我的翼龍回來了 哇 他們真的 復活了耶 我的屍體在哪裡 好 我剛剛總算找到我的背包了 但他噴得超級遠 我被那個南方巨龍獸咬一下 我整個屍體飛起來 有點可怕 然後找了一下 終於找到了 那總算東西都帶回來了 沒有再噴一次裝 但是我的 裝備 我裝備被他咬一下喔 就 壞成這樣子 壞到剩大概八分之一的感覺 好 我這邊想要先回去 想要先回去 喔 之前遇到的那個 那好像是牛龍耶 手短短的 精英怪耶 嗯 我之後再來 我之後再來 對 我不會放去 那個 南方巨龍獸的 我會去做好準備 然後 製作更多的箭矢跟 我要換一下阿根廷巨嬰 再飛過來 所以他耐久比較高 負重比較高 可以載比較多東西 那我要準備更多的麻醉劑 剛剛沒想到他真的會突然醒來耶 太誇張了 他回復速度也太快了 好 這樣看來我們的麻醉劑 至少要 600個以上喔 應該要600個以上喔 沒關係 我們回去準備一下材料 好 累了累了 對 我們雖然巨嬰飛得比較慢 但是 耐力大概是他的三倍左右 三四倍 所以 平均起來說不定也沒有比較慢 也沒有比較慢 而且比較安全 所以我們之後的交通工具 應該還是會換成巨嬰吧 那之後有機會 我也希望能抓到更多隻 抓到更多隻 現在天色好黑喔 趕快走 降落 降落也是一個危險 如果旁邊有肉食孔 我就直接咬你了 太可怕 我們安全回到本家了 今天 這次沒有 沒有害死巧克力的恐龍還好 那 我們 我們 真的還是損失人常中 我的鬼緣 然後 我們的 飛翼 一試到八試 全滅 全滅了 但是我們有新夥伴 飛翼 一試跟二試 但是一試已經 去世了 已經去世了 好 我這邊要再多準備一點東西 好 之後做好準備 我們再戰 南方巨龍獸 當然 劍池虎我想帶著回來 然後還有巨嬰 巨嬰我想再抓幾隻 那 我們這次就是目標就是 征服那座山頂 對我要把山頂的 所有生物都抓回來 希望可以 好 那這邊 可能要再準備一下 我們剩下的材料 跟裝備 好 我這一次做足準備了 我們的麻醉藥呢 我做了 呃 是六 至少七百罐 七百罐以上的麻醉藥 加上一百隻 的麻醉劍 好 這樣再不行的話 我就用球棒敲你 這樣總該可以了吧 好 我們做足準備 那 我還特別收了一些 優質肉 好 那因為它 普通生的壞太快了 所以我先烤熟 效果應該還是比一般的生肉 會好一點 那熏浮度會比較高 那 好 我這邊又多一些腐肉 好 那接下來我們 要再次去挑戰 那個南方巨龍獸了 這一次一定要收服你 可惡 好那這邊我做麻醉藥的期間呢 我等級又升了兩三等吧 我現在五十九等了 我快六十等又有新的一階裝備了 好快追到巧克力咧 沒想到我只是想要抓個那個狼方巨龍獸 弄那麼久 那 那 呃 好 睡時還要再準備一點 欸鱷魚嗎 不是 嚇我一跳 好 OK我們做準備 我們再一次去挑戰 那 這一次應該 有了經驗 有經驗了 我應該可以挑戰成功 好 GOGOGO 好 我們又到 上次 死過很多次的地方 那 唉唷 好像沒有看到 那兩隻欸 跑去哪了 欸在這裡 發現了 好 這個高度沒有問題 我可以在這裡 我可以在這裡射到它 OK 準備OK 便便OK 好 我們 就來 再一次收服它吧 哇 在哪裡好高 好 另外一隻好像離蠻遠的 太好了 這邊應該可以 打到它 好 它動作真的是卡卡的欸 為什麼 是太胖嗎 這樣子 應該是可以啦 有 它面向我了 那我大概要射 六十 六七十隻啊 所以我慢慢射吧 好 OK 暈了 暈了 暈了吧 這是暈了沒 它動了一下 我們射了七十幾隻 欸 跑掉了 應該是很暈 欸不要再往那邊 跑那邊很危險 那邊比較危險一點 有衝過來了嗎 再過來一點啊 你不要到那個空曠的地方那邊 很危險啊 希望你可以 呃靠右邊其實還不錯 那邊好像 算安全 又跑了 哇 不要 不要跑太遠 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OK 呃 應該過不來吧 應該過不來吧 好那邊石頭區可以 我們之前就是在這邊抓的 拜託快暈吧 快暈吧 我已經射了六七十隻劍了 所以不只喔 應該八十幾隻喔 還沒暈嗎 這一次怎麼暈那麼久 應該不會是不同隻吧 還沒暈耶 還是我射太快 哇爆了 沒關係 還有一隻 還剩十幾隻 呃 暈那麼久嗎 我可能要隔一段時間再射 因為它是暈眩值會慢慢增加對不對 所以我不要射太快 不射太快 它是這動作是便便嗎 還不暈 你還不暈 有有看到多淡點 欸暈了暈了 終於終於終於 快我們趕快衝 衝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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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起來旁邊沒有危險 旁邊好像沒事 好 OK 另外一隻也不在 好 可以趕快餵它麻醉藥 我們看它恢復真的是超快的啊 暈眩恢復超快 好 我先看一下周邊 喔另外一隻在裡面 在樹林裡面 好 我 從石頭這邊好了 這邊比較安全 好那這邊我就不要太貪心了 我就 專心的來餵它 專心的來餵它 那 箭矢做一做 好 專心看你的狀態好不好 直接踩在你上面 好 我們剛剛餵了 五十 五十幾罐 先餵滿 餵滿 哇那個暈眩子真的是 啊啊啊啊啊啊 掉下去啦 太大隻了 好 周邊看起來暫時沒有危險 太好了 似乎暫時沒有危險 喔有點高 好那 應該OK 應該OK 有一隻箭矢虎跑過來了 喔不只一隻 暈了暈了暈了 好 哇它這邊 箭矢虎那邊 跳來跳去的 怎麼好像又是一個情 又是這樣的情況 又是一個箭矢虎 那 沒關係 我這邊 耐久 暈眩已經是滿的了 後面還有一隻 我怕它撲過來耶 暈眩還是滿的 剛剛為了八十幾罐應該是還夠 好 應該沒有問題 卡卡的 好 欸開始撿了開始撿了 趕快餵 好八十幾罐大概讓它的食物降了兩百 大概降了兩百 兩百只能吃四口肉 不夠 完全不夠啊 它大概要吃十幾口肉才行 那 暈眩 再來 多的就是麻醉藥 麻醉 麻死你 讓你超麻 麻到底好不好 剛剛我又塞了五十幾罐了吧 再塞 這樣子 但是 總該可以了吧 它的恢復速度跟那個疾背龍有得拚耶 有得拚 應該可能它 南方巨獸算是恢復得更快 因為它的 暈眩值最大值比較高一點 好 欸等一下我被卡住了耶 不 我被卡住了 來救我 冰英二世救我 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做不到 做不到 你再過來一點 不 卡住了 欸 有欸 做到了做到了 它那邊剛好一個洞啊 剛好給它卡住 好 OK 安全安全 哇 又搬網了耶 又快晚上了 糟糕 好 接下來就是耐心的等待 但是不能鬆懈 對 上一次我們就太鬆懈了 我們這次要好好的 抓取它 我發現它的暈眩值只要一到滿 就是恢復到一萬零六零的時候 它就會快速下降 只是麻醉藥的效果會馬上沒有 我們剛剛吃一個麻醉藥呢 大概能恢復 等一下我現在30 大概只能恢復30 一個麻醉藥恢復30 然後大概撐個5秒 撐個5秒左右而已啊 所以10罐才300 100罐就是3000 100罐可以補3000 好 100罐大概撐10 1罐如果撐5秒的話 100罐就撐500秒 大概多少 6分鐘 對8分鐘 大概8分鐘 100罐大概可以乘8分鐘 那 它好像不要一次衛到滿比較好耶 因為一次衛滿它就是 到底就會 就會 就會沒效 就會沒效 好 哇 這真是不好抓啊 真是很難抓 真是很難抓 好 我這邊先來收拾 劍齒虎 好了 它的食物少300了 我們餵它吃 吃一次博物食 然後 唉唷還蠻好抓的 OK抓到了 劍齒虎 哇 大概只要 5次 抓5次 左右 我等一下再來 等一下再來 做 嗯 劍齒虎還是需要安喔 好 還是需要安才行 那先上來吧 劍齒虎的話 移動速度好像非常的快 然後 長這樣子 烈爆的感覺 哇它眼睛是綠色的耶 然後有一個長長的牙齒 聽說它還狩獵 就是屍體啊 就是會打比較快 狩獵屍體 就是比較容易得到 生肉 或是皮革那些 會多一些吧 好 OK 血量很少耶 這個血量好少喔 然後暈熱訓練值 700多 還蠻容易暈的 OK 而且它的負重量 它沒有負重量 有有200 負重量很低 不過聽說它也是跑很快 它的移動速度很快 可以跟迅猛龍比喔 好 OK 這邊 7000多 OK 我剛剛為了它60幾罐 所以大概可以再撐個5分鐘 那它的食物已經少500了 少500大概可以吃10塊肉 10塊肉 呃 我們再等它降一點 我覺得10塊可能不夠 我可能要等到3300 等它降到3300左右好了 好 這邊順便幫它取個名字 就叫做 鬼虎吧 回到原始 回到原始的取名方式 好 這恐龍的2的速度真的還蠻慢的 大概是10秒 然後 要 飽食度扣5 那 要50格 扣50才能吃一塊肉 所以 10秒扣5的話 我們需要100秒 才會扣50 所以大概要1分40秒 1分40秒 才能讓它吃一口肉 哇 這個要等待好久啊 我們現在3400了 我們再等到3300 保險體鑑 讓它一次吃完 然後一次馴服 這樣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好 再撐一下子囉 好 它的暈眩值 對 它的飽食度 差不多剩3300 3了 OK 我剛剛已經餵它吃了很多暈眩藥 應該可以 我們先給它高級的 熟 優質肉 喔 好像加比較多 喔 好多好多 有 6 5 6口了 一半了 等下 等下 等下了 吃完了吃完了 OK 它大概吃了300多 欸快可以了 再來 再來 收服了 呀 太好了 南方巨龍獸耶 天啊 終於成功收服你了嗎 到來 到來 可以了嗎 到來